中国锁定台湾高产业科技产业窃密 频频吸引研发人才到对岸 甚至有中资企业渗透科学园区 为了不让核心技术外流 陆卫是修改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对于接受国家委员委托或者是补助的 关键技术科技人员前往中国都必须要控管 要是未经审核许可就到中国 最高可以重罚一千万元 中国屡屡透过高薪挖角 强迫技术转让等卑劣手法 窃取台湾核心技术 为了保护我们的高科技产业 那也会打算修法两岸条例 受到政府委托或者是补助 涉及国家核心关键技术的人员 到中国必须经过审查许可 否则最高可重罚一千万元 修法是用工研院资测会人员 但科技界人士不在范畴内 我们的目的就是维护我们国家安全跟利益 那么对于核心关键技术的业务的人员 这些特技人员来强加管理规范 来保护我们国家的核心关键技术 中国基于台湾高科技产业 可是想尽各种办法 通过中资企业在台成立的白手套公司 高薪挖角台湾研发人才到中国 或是借着港澳条例中港资 市统外资的漏洞将中国企业 经过香港漂白成民间企业来台湾 趁机窃取核心关键技术 另外科技部着手成立科技小组 重点放在农业科技 制造业技术 航太 卫星科技 海洋科技 机体电路设计跟制程技术 还有网路安全技术 建立国家科技安全管控机制 防堵中国将黑手伸进台湾 记得学生 台北报道